大家好,我是刘逸 过年餐桌上鱼必不可少,象征着年年有鱼 有很多朋友在家煎鱼的时候 为了防止鱼破皮和粘锅 总是习惯性的在锅中撒些盐 或者是在鱼身上拍粉 其实这都不对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煎鱼不破皮不粘锅的小技巧 不用拍粉也不用撒盐 做出的鱼鲜嫩入味 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条鲜活的鲁鱼窄沙清洗干净 不管是吃什么鱼一定要选择新鲜的 这样吃着肉质好,味道更鲜美 看一下这个鱼的眼睛透明黑亮 这鱼就特别的新鲜 鱼腹里边残留的黑膜、血液和鱼鳃这些一定要清理干净 这样吃起来鱼的腥味才小 把全身的鱼鳍也剪掉不要 这样更方便老人和孩子食用 这个东西吃着没有肉 而且腥味还不小 把鱼尾剪成燕尾形 这样更好看一点 鱼身上有一些没刮干净的鱼里 一定要清理干净 要不然影响口感 接着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特别是鱼腹和鱼鳃的位置 这些地方的血液残留的比较多 一定要清洗干净 还有就是鱼鱼靠近鱼眼位置 这有一块鱼鳞很容易被忽略掉 不过用刀像这样轻轻一削 就能够很好的去除 清洗干净后 接下来改刀 鱼鱼肉质比较厚 所以要在背部位置改上一只花刀 伸至鱼骨处 这样烧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成熟快 每一刀的间距稍微要密一点 大概两厘米就可以了 两面都是同样的方法 看一下改刀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小料 小葱两根清洗干净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部位先拍破 然后再切成段 生姜一小块也是拍破 这两样拍破更容易出香味 然后装入盆中 放入五克的花椒 适量的盐 料酒稍微多一点 接着用手稍微多抓揉几下 抓出姜葱汁 这样再来腌鱼 不仅能够入底味 而且还能够很好的去形蒸香 把控干水分的卤鱼放入盆中 用捏碎的姜葱在鱼身的两面 反复地揉搓几遍 这样香味能够很好的渗透进鱼肉里边 接着把一些姜葱放在鱼肚里 先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着准备烧鱼的小料 生姜一块切成姜片 大蒜两三颗拍破 大葱适量切成葱段 切好放入盆中 小葱的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盆中 青红辣椒少许切成斜刀片 搭配颜色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半个青纳椒 目的也是给鱼去腥体味 炉鱼通过10分钟的腌制 已经差不多了 倒入一些清水清洗干净 因为通过腌制 鱼身表面的粘液 和鱼肉里边残留的一些血液 能够很好的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多余的水分 再放入厨房用的纸巾 或者是干净的毛巾中 吸干表面的水分 这样煎的时候 油就不会煎出来伤造人 而且还不会破皮 吸干水分后装入盆中 在鱼身的表面放入少许的食盐 用手慢慢的涂抹均匀 这个目的主要是给鱼 鲜入底味 俗话说咸鱼淡肉 因为鲁鱼肉质比较厚 烧的时候很不容易入味 两面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涂抹均匀 涂抹至鱼身表面看不见食眼 稍微有点出水的感觉就可以了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首先要想煎鱼不粘锅 不破皮 一定要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再放入油 一定要把锅润透 这样煎鱼的时候就不会粘锅 锅中留少许的油 保持中火 把鱼放入锅中 下锅后先静止20秒钟 再像这样把锅向前向后慢慢的推动 让鱼受热均匀 切记不要鱼下锅后就换锅 那样鱼皮很容易破裂 煎至大概40秒钟 这时候鱼皮就定型了 再转动锅底 煎至大概一分钟左右 煎出香味 然后再翻面煎另一面 翻面后也是先静置20秒钟 再转动锅底 让其受热均匀 保持中火 再煎一分半钟 煎出香味 煎至两面稍微焦黄 先盛出来 看一下鱼非常的漂亮 另起锅放入适量的猪油 烧鱼放入猪油 味道会更浓郁 油热后先下入一粒八角 炸出香味 接着下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再放入少许的干辣椒和红花椒 去腥体味 继续扁炒 炒出香味 炒至辣椒成枣红色 放入10克的皮线豆瓣酱 或者是泡椒酱炒出颜色 炒出香味 从锅边烹入10克的料酒 这样可以使酱汁的颜色更加的红亮好看 而且还可以去除酱料的生臭味 从锅边烹入10克的生臭酱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10克的陈醋从锅边烹入 挥发真香 去腥体味 把酱汁时间稍微炒长一点 炒至酱汁亮油香味才浓郁 然后倒入开水或者是鲜汤 放入几粒的冰糖 虎为提鲜 而且烧出的鱼 颜色还更加的鲜亮 再放入少许的胡椒粉 去腥体味 汤汁烧开后熬一分钟 然后倒入煎好的鲈鱼 继续保持大火 炖至三分钟 这样做出的红烧鱼 味道吃起来会更香 接着把半个青辣椒 也放入锅中 然后关中小火 盖上锅盖 炖至15分钟 中途打开锅盖 晃动锅底 把汤汁 反复地浇在鱼身的表面 这样受热均匀 能够很好的入味 做红烧鱼 要想好吃 时间稍微要炖长一点 这样鱼肉 才能够很好的入味 炖至20分钟左右 打开锅盖 这时候汤汁 已经比较少了 把火开大一点 开始收汁 大火收汁 能让汤汁的香味更浓郁 所以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收至汤汁稍微浓稠 先把鱼盛出来 放入盘中 把烧鱼的葱姜蒜 花椒辣椒 用蜜肉去掉不要 这样做出的鱼 看着不凌乱 有食欲 不喜欢吃味精的 放入少许的味精 再用水淀粉 搁搁搁浓芡 搁置芡汁粘稠 放入少许的香油 增香提味 然后出锅 浇在鱼身上边 芡汁可以稍微浓稠一点 这样吃鱼的时候 蘸着酱汁 味道会更香 最后再把青红辣椒 穿下水 放在鱼身表面 放入小葱花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鲜嫩入味 不心不碎的红烧鲁鱼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